在網上看到了這個草莓和巧克力的做法 忍不住自己也想動手試一試 切到底部把草莓對半切開 模具內鋪上油紙 讓草莓緊緊的貼住 每顆草莓都要按一下以免斷下漂浮起來 兩顆蛋黃30顆白糖 如果你用的是帶牛奶的巧克力就可以不用加 隔水加熱加入100克蛋奶油200克牛奶 攪拌均勻再加入100克黑巧 這裡注意溫度不要過高 要不容易出現油水分離的現象 等到巧克力片的濃郁絲滑 把它倒入模具中 記得要完全沒過草莓 稍微震一震震出裡面的空氣 放進冰箱冷藏4小時 我特別喜歡撕開油紙的這一瞬間 這也太好看了吧 用刀切的時候特別治愈 嫩叮叮叮的聲音 搭上可可粉 相濃滋滑的巧克力包裹著草莓 或是真沒想到巧克力的草莓會這麼大 快 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多給你愛的人吃吧